这一段呢 我们就可以写老师刚刚讲过的朋友的那些故事 他说有一次他们在铺路的时候呢 有一对外国的背包客刚好路过 他就觉得很好奇就跟他们聊天 一聊下去之后呢 那个背包客呢 这夫妻呀就放下背包了 那就加入他们去做这个义工铺路 觉得很好玩非常的感动 我们就用这个内容来描述 台湾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好 在我们进到用第二段好了 in的或者是in my 在我的short video video i would 我要重心要放在什么地方 英文有一个片语动词片 那叫focus focus on 有一群善心的那些宗教团体 a charitable charitable是很慈善的 那个group oup oup op of 宗教是religion 宗教的一个团体 那这些团体呢 我们总要讲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团体 后面就可以用补充出来 这一群团体他们是主角是人 所以我们可以用关系子句来做补充说明 你如果觉得内容需要你就可以加上一个关系子句来说明前面的内容进一步的描述 后面你就可以有呼呼这些人啊他们牺牲奉献 牺牲是sacrifice 奉献他们的牺牲他们的什么 we can 周末 牺牲周末来干嘛 后面你就要讲出来去做一些什么修路的那些工作 这个修路的工作英文叫road work to do some road work 你讲road work修路的工作他们也可能还不清楚 如果不清楚 如果不清楚我们再来加一个dash 后面就补充说明的 好 那么这个dash 老师用这个标点符号找看看 啊这里 好 这就是补充说明 你加一句 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修补 修补 英文是用repeal 修补那些破坏的那些乡间的道路 好 这个老师改一下字体好了 这个字体 再来 they repeal repeal就是修补的意思 修补什么东西啊 bloggen vr okean country 破坏的那些乡间的path 相间小路就是path小的道路 但修这个道路为了什么 他说啊 那些晚上很多的人 因为路面都是不平常常会摔伤甚至摔死 所以呢他们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去找那些相间小路修补 为了那些泊路车骑士的安全 所以后面我们可以用for the safety of motorcyclists 你看 这种心胸真的是很棒 他说啊 好 现在我们是在描述故事 那就是 once 有一次 while walking 他们 在 工作的时候 while 这是讲过去的事情 they were walking 那 有一对 这个 外国的背包客 一对就是couple couple of foreign 背包客是backpacker k c ker ers 路过 好 路过 英文 路过他们 从他们旁边那些 走过 我们就可以用paste by 好 这个paste by就是从旁走过去 然后 在and after 一些 谈天 聊天之后呢 英文的写法 我们可以用and after a short talk 很短的一个聊天之后呢 那么 这一个 夫妻呢 the couple cou couple couple should 竟然 这个should不是应该哦 表示很压抑 说 竟然 put down 放下 他们的 背包 好 这是 backpacker and 我们后面可以用分词了 好 加入他们 join 这个 后面 就是要加入他们的那些慈善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 join then join就是加入他们 他们干嘛 去做 to do the good deed to do 这个good deed 是什么 善行 好的 行为 这样子 好 the couple 那这个 他们说 很感动 the couple c-o-p-e world quite 非常的感动 这个感动呢 我们用move的 或者是touch的 快的就是十分的意思 好 moved 还有一个答案 感动 就是用touch的 感动 然后呢 他们说 我们回去会介绍朋友来 这个游览台湾 看看 什么叫一个很善心的一个台湾 好 这个是前面的 好 再来我们加一句哈 and promised p-r-o-m-i-s-e-d 因为这讲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记住 这边都要用过去一次 and promised 承诺什么 承诺 说啊 要介绍 to introduce intro r-o-d-u introduce 要用原型 好 因为前面to 是不定词 to to no 要介绍 这个岛屿 慈善之岛 the island 前面有讲过 就是讲我们台湾的island of kindness 慈善之岛 好 介绍给谁 to their friends 要介绍给他们的朋友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些内容 当然 最后你可以再加一句当做一个结论 我希望你可以用这样子讲 说这个影片可以帮助 好 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台湾这个参观 那这样子的结论就可以了 好了 后面我们就可以想了 i sincerely sincerely hope 我真诚的希望 希望什么事情 用let的指句 let invite the the short video can 可以帮助 帮助 谁 帮助 我们 或者是帮助 台湾 好 那你不写也可以 那后面就可以直接加原型动词 invite invite 就是可以招揽 这个吸引 更多的 invite more foreign tourists f-o-r-e-i g-n-e of foreign tourists 吸引更多的外国观光客来拜访 to visit 台湾 那你现在我们台湾已经 观念已经改变了 所以呢 你后面又再来做一个 bash 做补充说明 好 这个是慈善的一个善心的一个天堂 现在改另外一个字 the paradise of kindness 好 这就是 解论 那这样子呢 从你的取材 对象 到你的内容 还有跟观光客的那些互动 全部 内容就可以连结在一起了 好啦 这个是有关于107年 这个 写作测验的一个分析 给同学做参考 给同学做参考 好 好 好